黄色小鸭即将在这个礼拜六早上在海洋广场展出 不过主办黄色小鸭展出活动的策展单位负责人 一直没有出面到市政府拜会寻求帮忙 市长招通担心万一有意外发生时 到底要找谁负责呢 市政府参议李良调侃表示 黄色小鸭这次展出两只鸭子 一只是黄色小鸭 另外一只是基隆市政府 因为主办单位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 只有民间策展单位 市政府被赶鸭子上架 从协办变主办单位 市长张通龙也不满的表示 黄色小鸭被引进基隆展出后 民间的策展单位负责人到现在要展出了 都还没有到市政府拜会 请市政府协助帮忙 实在不对 万一发生问题要找谁呢 策展单位到现在还没有到过市政府一步 我跟媒体朋友报告 我跟媒体朋友报告 这个事实在很不合理的 也很不公平的 我们地方有地方政府 你策展单位来到我们 我们的这个土地上 我们的这个地方 东边的礼貌上 最起码也要一点沟通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既然策展单位都没有到过我们市政府一步 我就感觉很奇怪 万一有什么这个事情发生 那到底要怎么办 我市政府怎么去协助你 你需要我什么协助 应该 那市政府大家好好的坐下来 大家你看有什么诉求 你来了我们欢迎 但是你要给我们讲一下 通通都没有到过市政府一步 现在一问三不知 到底是哪一个单位 来到我们基隆搞定黄色小鸭 市政府秘书长许清坤则表示 民间策展单位有很多事情都没答应 市政府动用警察局环保局等单位工作人员 协助维护黄色小鸭展出期间的交通环保和安全 策展单位答应出钱出便当 到现在钱都还没有到位 市政府不可能动用公堂 否则就涉及图利 你到时候如果要用到这个钱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带电 你用公款去带电就会图利他人 因为他是有盈利盈利性质的一个 一个在那个存在那个里面 许清坤也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 直接去找策展单位要求兑现承诺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靖子 谢谢观看